去看看那边干什么呢 这么操操 今天一大早 我正在外边收拾我的花 就听见那边特别特别的操操啊 过去看看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哦原来是市政在砍树 这边的house前面呢都有一棵树 那都是市政给种的 所以估计是这棵树太大了 这一家人呢 他希望把这个树的下边 把它剪掉一点 看看这个市政就来人来砍树来了 砍完树 真好玩啊 砍完树他就直接把它 你看这个车后边有一个机器 他直接把这个树呢 砍下来的这些树枝 从机器的这一端塞进去 然后他从那一边 他就已经把它打碎了 打成小碎木了 然后从那一边喷出来 直接喷到他的这个truck上 哇非常非常的省地方啊 又省地方又便捷 这个工作流程实在是太好了 对你看那边打出的这种小碎屑 就直接放在车上 然后这几个工作人员呢 再把这个地上都打扫干净 在加拿大这边感触还是很深的 他们的服务都是非常的好 无论是盖房顶啦 还是砍树啊什么的 这一类呢 他们做完之后都会把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是来的时候什么样 走的时候保证还是什么样 在加拿大这呢 就是无论干什么都还是很讲究专业的 你们来仔细看一下他这个车 他这个车也是专门定制的 在这个车的侧面 他打开之后 他是可以放很多工具的 这样的设计既节约空间 又使工人的工作变得非常的简单 他们不用单独再开一辆车来带工具 这就是加拿大 无论是汽车零件的加工制造 物流的管理 超市的收银 还是砍树盖房顶 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 都有一个非常完备的流程 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便捷 这就是Process Engineering 这是 Packet 还王之王 是使用我们的小学生 这些事情是 gal不清洁 并不清洁 现在还是在于一位 我们的母带 这是非常爹 但是要有没有 好 根本来你 别不得到 也不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